找到自己的价值呆 。 西区季后赛勇士对战提湖第三场提湖全员结冰,一整场都维持优势压住对手打,最终以19只刹那下胜利,众人目光可能都集中在安森尼·戴威斯或举入Holiday等人身上,但有一个球员表现也非常出色,替不出赛进上场21分钟,三分球五, 头三中拿下18分,多次在底线三分线放冷箭,他是Ilan Clark前勇士夺冠成员。 还记得去年提湖做客勇士Steven Curry在开场时颁发冠军戒指给Clark甲骨文球场的球迷给予非常大的掌声,感谢这名小后卫这两年的付出,Clark相当感动,深厚的提湖队友也替他鼓励。 我依旧和勇士的那些家伙保持很棒的关系,那是一个很紧密的团队Clark说道,当我看见他们时,感觉就跟以前一样棒。 Clark在高中球队的最后三个赛季,他都是队内的德芬王大学时期获得最佳新人奖,带领贝尔蒙特大学,欧曼托尼瑞尔色T,二度多的亚特兰大太阳联盟的冠军,一度获得俄亥俄区联盟冠军球队换区,虽然三次都止步云口联赛64强,但他是个相当不错的明星后卫。 打四那年,他场均18.2分2.4助攻1.6超减3分球命中率更高达45.9%和ICI Cannon共同获得俄亥俄州股区联赛年度最佳球员的奖项。 然而在2013年选秀会上,克尔克洛选了,球探认为他的位置有点尴尬,除了身材的劣势外,他场上的定位介于控球及得分后卫中摇摆不定。 就一个控球后卫,他的组织还不太行,进攻打法偏向得分后卫,但防守却无法守二号卫,在大学可能还过得去,但在NBA就会是对手的大点。 随后他代表勇士队参加夏季联赛,获得冠军并拿下MVP,因此爵士队给了他一份两年的合约。 在爵士队,克尔在发展联盟与NBA中浮浮沈沈被球队裁掉后加入金块依然没有太多上场时间。 他看似就是一个NBA的浪人后卫,三个赛季仅出赛53场,平均上场时间只有6.3分钟,更不用提有什么表现机会。 不过,在爵士的那段期间,对克尔是很棒的经验,他在首访时总会提到在犹他打球的种种,我对我在爵士的那段时光总是充满感激之情。 我在那里交到了一生的朋友,每一个人都是很棒的人,一直到现在我依然会和他们中的很多人聊天,他们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,告诉我如何保持时刻准备的状态。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。 2015年,克尔终回奥克兰担任球队的第15人,虽然上场时间依旧没有很多,但他把握住机会,在先发后为斯蒂恩克雷及主力替补林纠宝尔布色因伤却赛时,展现自己的能耐,打出平均15分。 63%投篮命中率,57%的3分命中率的成绩,逐渐获得总教练斯蒂恩克尔的现任。 2016-17赛季,他成为以重的替补后卫,初赛77场,平均上场14.8分钟,在Carrie或胜利Wingston休息时,他刁钻的身影或是冷剑的3分,相信都让球迷印象深刻。 成功顶起本尔布色离对后的位置,平均上场14.8分钟角出6.8分1.2助攻,3分球命中率37.4%。 其中对上马斯队一亿,克尔单场拿下36分突破生涯记录,这都是他努力争取证明而来的,否则他就只是个落选球员。 也许他会场上场,也许不会,我一直告诉球员的,随时做好准备,这是件不容易的事,而艾伦表现得非常好,能马上进入状况。 克尔 拿下冠冠军后,克尔在E上PO了一张与冠军金杯的合照,I'm GFT to a Champion,Gems can still come true,我想这就是他人生的写照,高中明星,大学明星,洛选新秀,浪人球季,夏季联赛高峰,球队替补,最终成为了冠军队成员。 2017年夏天,由于薪资空间问题,勇士选择将一年价值520万美元的中产特例合约给了来自湖人的射手Nikian,也宣告祝克莱克要离开球队,随后与提湖签下一年160万美元的合约。 提湖的后场人才积极。 包括举入Holiday,Ragy,Enrondal,Guerden Crawford,Atomor等人,然而替补却无法有稳定的输出。 而Clark正是可以稍微补足这个缺口的人物,2017-18赛季他出赛74场,场均7.4分1.5助攻的成绩,看似也不是时髦很厉害的数字,但他总可以在比赛中试实的有表现。 今天对战老洞家的一场比赛更是展现了自己的价值。 无论我上场多少时间,当我的号码被叫到时,我早就准备好了。 戴沙文克拉尔克,言声阅读。